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由1962年入行 当时是一个学师仔 到2012年在50年这个路走过来 其实是一条挺艰辛的路 每一个工作交到我手 我就很有心机去做 为什么香港会成为一个大都会的城市呢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 在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我们经历过 我们懂得珍惜 所以我觉得 香港精神 在我们香港的时装里面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他只是一直在船上 他在那里有很多信息 想要对他 去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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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看完就最好了 我真的撲回來的 我現在住在檳城 Eddie也有兩個月前 在WhatsApp告訴我 有這樣的生活 他說如果你在香港 一起高興一下 我說劉老闆,我撲回來支持你 知道他辛苦了很久 今天有個成果出來 我當Eddie好像是我的弟弟 所以我今天很開心 恭喜… 劉老闆,Eddie,做得好 看到今天這麼多好朋友 因你而來,我們都為你而驕傲 太太,林建利 有些他送給我的 多數我跟他買的 他一直叫我替他掃錢 不要吵 掃錢後,我們全部給你博物館 喜歡時裝 甚至不太留意時裝 都應該來看 因為這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一個很重要的 時尚傳奇的將會 我們這一代香港人 都真的很幸運 能夠見證到這一段 這麼難得的 流芳白勢的藝壇傳奇 一…二…三… 他轉奇他發變展覽正式開幕 他經常跟我說退休 我罵他不准他退休 今次我開心見他展覽 更加見他有本新書 我希望這個只是卷一 接著會卷二、卷三、卷四 卷到很多卷為止 因為你會繼續做事 你會繼續生命中 很多燦爛的亮點 再寫出來給我們看 今次他肯將他的自傳出版 因為你們明州和他寫得這麼好 整件事是讓人看到 那個時代又這麼積極 這麼靠自己 而令香港人留下這麼多 這麼好的回憶的人 我負責這個書面的設計 和負責拍照 孫蘭的名字已經是舉頭望明月 我又不想這麼直接、這麼白地開始 我就推薦月亮在上面 不過你低著頭來拍這個封面項目 而愛之音是低頭思故鄉 他對朋友的親情、友情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他一口就答應好 在這本自傳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人生路、有愛、情意 這些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時裝設計的行業裡面 我認識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例如羅文、黃占、張國榮、梅艷芳 我和顧客或者每一個人 建立了這麼深厚的基礎 除了創作之外 我想最大的一個元素就是 愛的元素 我是真是想不到 有朋友會真是趕回來支持你的 原來人間真是有愛 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 他們沒有遺忘到百變和嚴峰 感謝他們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 《香港時裝形象自傳》 《漏培基》的講座 那我才會介紹 我是今天的主持 澤浩賢 大家好 謝謝 在這個星期裡面 鋪天蓋地 我們都聽到一個名字 無論從舉頭望明月 自傳裡面很真情的文字 或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館 現正展出 一件件考奪天宮的偽常武衣 都可以看到他的財情 天賦、努力 也帶我們重溫回最精彩、最黃金 真正能夠體現香港精神的七、八十年代 就讓我們用好熱烈的掌聲 去向這一位真正的香港土生土長 可以說是時裝設計界 形象設計界的殿堂級巨像 藝壇傳奇、劉芳白勢 Eddie Lau、劉培基先生 Eddie 哥哥 你好 你好 多謝各位朋友到了 多謝你們 其實這個星期 可以說對你 也是一個很有紀念性的星期 在我們就看到 真是一個很精彩的作品呈現出來 而你呢 我想你也接收到很多的大愛 很多的朋友的關注和支持 我想你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在這一刻想說 在過去那幾天 工作很辛苦 但是在16日的幫忙卷的開幕典禮 得到這麼多傳媒的朋友 以及得到這麼多朋友來支持 我覺得這件事是累積下來的 這是因為一路走下來 這麼多年 對朋友的尊重 對朋友的欣賞 我感謝每一個和我做過的事的人 所以才積累了這麼多友情在這裏 所以由17日開館 到今天書展 看到大家在這裏 我感動的 多謝大家 其實我都見證了很多 因為由博物館記者會 開館 到今天 其實在你身邊真的有很多好朋友 一直支持你 鼓勵你 無論是精神上和行動上 都是為你打氣的 好像今天這個香港時裝形象 《自轉劉培基》講座裏面 都有兩位好朋友去支持你 好 我們都再掌聲歡迎 劉娟娟小姐 何韻詩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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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還是那麼優雅 還是那麼漂亮 真是 你是模特兒界裡面的榜樣 謝謝 今天講兩句 因為這個禮拜裡面 都很多陪著Eddie哥哥 你自己看回很多作品 還有這幾天跟Eddie哥哥陪著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話想跟Eddie哥哥說 我認為Eddie的設計 先講設計 跟世界上所有的設計師比起來 他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的時裝 在任何時候時裝時裝 他的時裝是不會退潮流的 在任何年代你都可以穿 任何時間你還是可以穿 你可以看到Eddie的衣服 例如在文化博物館裡面 可以現場地目擊他的細緻 還有他的手工 還有他的用心 其實真的很開眼界 對的 每一件衣服都是用心血設計的 另外是阿C 其實這個禮拜 我也看到 其實很多大家 除了在公開場合裡面 其實譬如在文化博物館 最後再去籌備的階段裡面 其實阿C出的力 幫忙打點 那個心 真的令人很感動 Eddie哥哥也跟我說 說真的說阿C真的很乖 很乖 這位徒孫 其實Eddie哥哥 這麽重要的一個禮拜裡面 你一直陪著他在身邊的 這段日子裡面 你自己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 因為 我真的看著他用心 用力 不是只有這幾天 是真的 由幾乎是差不多 真的 七八年前開始 我已經聽到 他說他會有一些衣服 已經送到博物館 然後已經要去籌備這件事 直到 今年其實一直 每一個月 每一個禮拜 其實你都會 看到他 又要很奔波 去準備很多事情 可能又會有 很心煩 或者擔心的事情 直到真的 這個禮拜 所有的事情 被大家看到 開幕了 接著很多朋友來支持 去到 昨天也收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 他這本自傳 第一版已經賣完了 所有這些事情 其實看到大家 這麽支持 這麽愛護 這麽愛惜Eddie哥哥 我在身邊看見 是覺得很開心的 我們應該要做的 有很多事情 所以 我們出的力 真的很小 真的 劉培基 在香港的 時裝 的市場 和樂壇裏面 他出的力 才是 真正需要大家的掌聲 再一次鼓勵 可以說掌聲是響不遠的 對Eddie哥哥 其實 這條 可以說 努力經營了半世紀的時裝路上面 真的很多的辛酸 很多的艱辛 在以前的70年代 其實 香港沒有什麽說 時裝設計這個概念 大家覺得時裝就是歐美 日本輸入來的 本土設計師 可能所謂設計師就是裁縫 但是 可以說Eddie哥哥 用雙手打拼 開創了這條 很艱辛的道路 所以 也可以體現到 那個時代 我們的香港精神 他花了兩個多星期 在杭州請了師傅來 授這些龍袍 中間這些Ruffles 就是英國式的Ruffles 他又教我怎樣用這邊 以前的巨星衣服 他們要懂怎樣用 因為一件成功的作品 你不能夠給 穿那個人是一種負擔 你只能夠配合他的 所以我想 其實我和阿妹最成功 除了在形象方面 就是大家互相配合 我沒有設計的衣服 是令他覺得有負擔的 所以 有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代表作 最喜歡有一次是 1995年滿方 一件白色長的 法國宮廷的服裝 非常之美 很喜歡他擺動 那個節奏感 有些衣服 好像雪芳那些 我很喜歡 因為穿得阿妹又好 阿妹才可以穿到Eddie哥哥的衣服 因為阿妹很高 那個又簽售 我知道Eddie哥哥是特別為阿妹精心設計的 對我來說最感動和最感觸的 兩件衣服 就是Eddie哥哥幫妹姐 在她最後一個演唱會裏做的裙子 還有後來她幫我 用了同一個布料 去做了另外一件 叫做愛的延續的一件歌衣 我那件衣服 是擺在妹姐的那件的後面 昨天其實第一次看到這個畫面 都很感觸和很激動 她有很多那些花款 很多人做不到 是她做到 因為她真的正正式式學裁展 學那些這樣的 她這麼多年代 都是領導到那個潮流 那些衣服 你現在看回更加感觸 就是說她可以一直這樣保持到 在潮流的前面帶領著大家 時裝就是有時間升的 我覺得設計師一定要進步 我70年代 80年代 或者90年代 甚至到2012年 我都有不同的作品 我不敢說自己是成功 但我覺得自己在不同的年代裏 我真的很努力地在那個年代裏 就做好了自己那個年代的作品 我希望飛行國際都要扎緊香港 在1962年 Eddie哥哥 當時11歲的一個小學徒 在尖沙咀的美麗刀大廈裡 做一個學師仔 雖然短短三年時間 但是我想那段時間 對於你 甚至現在 一直時裝設計半世紀 那個基礎達得很穩 而且也很重要 可否這樣說 Eddie哥哥 一定是的 但是當時自己年紀小 只有11歲 所以當自己的人 把我放在一個時裝工場裏 是做西服的 當時覺得很迷惘 又不知道怎樣 只不過是唯一生活 所以你一定要做下去 但是我是一個 怎麼說 我是一個很 小時候 我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所以雖然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工場 很多師兄弟 但是師父最疼的是我 因為我永遠都坐在師父旁邊 所以我師父是一個很優雅 一個很斯文的上海師父 他畫公仔畫得很漂亮 當年有很多人 很多外國的遊客 來到尖沙咀的地方 去度身訂造一些衣服 所謂現在的高級訂制服 在那三年裏面 我就學了很多基礎上的東西 所以變成我覺得 當時不知道自己原來這麼重要 所以我現在經常跟設計師說 其實我們的基本功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畫了一件衣服出來 你訂了它進版房 那個師父跟你說 我們做不到的 這件衣服裁不出來 但是我由第一天開始創業 到今時今日 我在版房裏面 沒有一個師父可以跟我說 劉先生這件衣服裁不出來 因為如果你說裁不出來的話 我根本都不用再跟你說 我自己開始裁給你看 所以原來人生的每一步 每一個踏出 無論你在哪一行都好 就算你說 我現在去學做煮菜 在廚房裏面 我覺得很熱 很悶 很悶 很辛苦 其實世界上 任何一個開始 都是辛苦的 但是我們不要這樣 錯過了它 或者忽略了它 因為人生很難說 好像我這樣 我三年裡 我沒有想過 我將來會成為一個設計師 但是我就是 既然 我已經在這個工場裏面 既然我已經要面對這個環境 即是 我是一個奪強的人 我不是很肯跟現實低頭的 但是我覺得 我這麼小 我唯一能夠做的一件事就是 既然是這樣 我就要跟現實合作 所以我很乖地 在上海師傅裏面 學了三年師 這個說得很好 我們不一定要向現實低頭 但是要向現實合作 這個說話 Eddie哥哥其實是 因為當年其實 很多都是師傅 做衣服的師傅 其實香港 即是本土的時裝設計師 真的你數不出 或者當時也不是很重視 時裝設計的這個名目 但你很早意識到 就說 你要出人頭地 你要在這行業更上一層樓 你一定要去外國 吸收知識 很早已經有這個念頭 我想的原因就是 我學了三年師出來之後 其實我不太滿意自己做裁縫 我不太滿意這件事 因為實在是不久 所以我就去了銀行那裏 接電話做了幾個月 但是我很奇怪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弟弟哥 因為可能我小時候 因為沒有家庭 沒有兄弟姐妹 我領略過這些世態炎良 我看過這些人情冷暖 所以我就知道 江陰是不能錯過的 即是我既然已經這樣 學到我一般的手藝 所以我索性 我就回去 馬上租了一個地方 我就做工場 當時在尖沙咀 很多化妝小姐 龍子行、攝影公司 很多姐姐來幫我做衣服 我也做得挺好的 做了幾年 做了幾年之後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Eddie 我覺得如果你在尖沙咀發展 我覺得你應該 再深躁一下 他說完之後 其實那一刻 我整天晚上就覺得 是的 我應該去深躁一下 但是我 其實很多人 或者是不會的 因為你在香港 你已經有自己的工場 有自己的師傅 做得不錯 現在你還要去一個地方 重新開始 自己的英文又不是好 學識又不夠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不踏出這一步的話 你怎麼知道自己是怎樣 那我就決定了 所以我就決定了去英國讀書 但是英國留學的時候 你都說過 其實你之前是做衣服 是交租 是為了生活 但是真的 這個留學的過程裡面 不但令你開竅 還令你真正愛上了時裝設計 這個愛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做一個藝術的行業 如果你只是覺得 是一份工作 在打工的話 其實就未必可以 創造出這麼輝煌的成就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人 我們一定不要不嘗試 其實我是夢茶茶的 我覺得讀時裝設計 我怎麼知道需要學歷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就傻奸奸地拿著我自己做的那些衣服 一些作品 我就去這間聖 Martin School 我就去到那裡 我剛剛進去裡面 我就夢茶茶 不知道為什麼 進了一個校務社 遇到一個外國的一個女士 他當時很肥的 他就問我來做什麼 我拿著我的東西 我想來讀設計 當時的英文很差 直接搞他不行 指手畫腳 只能夠是這樣 但是他就看了我的作品 他跟我說 他問我有沒有 你的學歷有沒有O-A-Level 這些 我什麼Level都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但是可能那時候 那個童真 還有那個表情 還有別人看著我的東西 所以 可能是這樣 我想他感動了他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們學校真的不可以修理 但是呢 我見到你這些東西 不如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試試我們讀我們的夜校 由我們的夜校開始 所以我真的 我一生我真的很感謝他 所以人一定要真的自己去 就是一定要自己去試 那我就在那裡 我就在這個校就開始讀夜校 很辛苦的 因為那時候 英國一個社會 是每個星期你要交租的 不是一個月交租 每個星期你要交租的 而且很冷的 你還現實到 你有錢 你入Meter 你才有暖氣 要不然你就冷瓜都可以了 真的很辛苦 但是那三年真的很辛苦 但是在學校很奇怪 那個學校的氣氛 還有那些同學 很多日本來的 馬來西亞來的 新加坡的同學 你沒有什麼時間限制的 你幾個小時走進去 你就找到一個位置 隨便找到一個位置 在一個角落你坐下 拿著漢堡包 或者拿著叉燒飯 就開始聽 然後你就有很多畫面 但是畫面 我很小時候 我就已經 我的功底很好 所以那些先生對我很好 但是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一開始學 就學做一條半角裙 一做做一條Skirt 這個對我來說 是兩個小時的功課 兩個小時我做起了 那我當然不告訴別人 已經掛在家裡 但是逢星期日 那些同學就來我家裡 煮飯吃的 那些同學就看見我 蛤?你的功課做起了嗎? 我對呀 很快就做起了 他們說 哇,做得這麼漂亮 他們說 你幫我做得行不行? 我說可以 四磅吧 那我說 如果你難的那些 我就收你六磅 容易就三磅 所以很多同學就找我做這些 那就是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交情 就是 本來要交學費 誰知道 變成了同學幫我交學費 還要交租 總之 所以 在七八月 七八月左右 就是在英國那個時候 有時候放了學 夜蘭人靜自己要坐 underground回家 因為我住在派遣 我住在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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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感受 那個氣氛 我才知道 這個世界原來是這麼大的 這個世界是真的有設計的 就是 在那一刻 整個倫敦 就是 我每一次去Potter Barrow 去Conflict Garden 這些地方 感動了我 我就 我真的一煞冷我就開了窗 真的很快我就開窗 而且我很快就已經 愛上了時裝設計 這件事 所以我就很 我想我是很勤力的 一個學生 來的 所以 我在英國那幾年 學的設計 我的手稿 我的學的比例 以及加上 我在上海師傅那幾年的 才展的功底 變成我得了兩本 武林秘笈 合而為一 才可以成就了我 其實如果我沒有 上海師傅那三年的功底 就是缺了一件事 我也不可以成就了我 就是 一生我手藝上的東西 因為我相信 每一個設計師 自己的功底 是最重要的 無論是平面設計 或者是時裝設計 每一個設計 你的功底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Eddie哥哥的開竅 其實一回來香港 很快已經證實了 你的才華 因為你在香港開店 然後 也是第一次 在香港時裝節登場 已經立即大受注目 之後 陸續 你是第一個香港設計師 可以去到倫敦時裝周 巴黎時裝節 這些這麼大型的活動 裡面 那個進展的幅度 是很驚人的 所以我這一生人 我是沒有青春期 亦都沒有半逆期 沒有資格 因為真的沒有資格 十一歲學師 學過幾年 那幾年你怎麼敢半逆? 現在的小弟哥 十一二歲 已經可以說 我不喜歡這件事 我不喜歡這件事 我不做這件事 我沒有這個資格 到我出來 我自己做一個工場 我每個月要交租 我一定要做好些衣服 我最努力就是 每個月的二十七號、二十八號 因為一號就要交租了 我真的很努力 快點快點做衣服 快點快點做衣服 接著就是去英國讀書 去英國讀書 真是 每個禮拜都要交租 每個禮拜都要生活 我做了很多份工 所以完全沒有半逆期 到我英國都回到來 拿著三十幾套時裝 回到來 我全身家只有八千元 租了一個地方 交租 按金上期 只有幾百元 然後就請朋友來看我的作品 但是我很奇怪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很多人有時候誤會了 常常覺得 劉培基是一個幾寸的人 幾牙策的人 其實 我不知道應該是不是 可能真的是囂張 但是其實我的內心不是這樣的 我的內心是覺得 這條路是我自己走出來的 我沒有人的教導 但是我沒有學壞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有些人 或者表情 或者他很有錢 但是他的態度 他的表情 令我覺得 車子有什麼厲害 我雖然沒有你這麼多錢 但是我今天搞得自己很好 所以有時候我有一種這樣的態度 所以我回來 自己這樣開店 但是我很快 我兩三個禮拜 把所有的衣服買完了 然後我又要籌備 店 又要做這些 所以我根本沒有青春期 沒有半夜期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青春是很短暫的 我們所謂 我到現在才知道什麼是珍惜青春 珍惜青春 不是叫你們浪費 不是每晚去玩 有時適當的玩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這樣 人人都會迷惘的 哪一個青春不會迷惘的 一定會迷惘的 我也試過迷惘 我也試過迷失 但是我們在迷失裡面 我們一定有方向 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 這件事 其實不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家長 或跟自己的家人交代 我們一生人 我們的人生 其實是跟自己交代 好像到了我今天 我這個年紀 我現在回頭 一看回以前的路 一剎那 五十年過去了 但是我無憾 我無悔 雖然我沒有青春 我沒有 但是我 我有朋友 我有工作上的作品 我很勤力做好每一個工作上的工作 當年你想想 我在英國回來 我拿著自己的作品 我沒有想過 我今天可以有機會出自傳 沒有想過自己有機會 可以入博物館 我完全沒有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來在座的朋友說 我們大家其實最需要的就是 無論你做什麼工作 就算你在家裡煮一頓飯 你也要用心去做好它 因為你煮了每一頓飯 你家人回來吃 他們每個人吃得開心 他將來上班 他會很期待 今晚回來 家人可以有一頓飯 有一個溫暖 其實每一個細節 是可以成就 你一生 你的美麗的成色表 所以不要看輕 看輕任何一項 所以我其實 每一次 真的我用心做在我每一項工作 沒錯 你也可以看到 還有在工作上 也認識很多好朋友 因為在七八十年代 當然 時裝設計界 風雲卷起 但你問題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很多 出色的時裝 無特意 去演繹你的一集 可以說作品 很出色的剪裁 其中一位就是 娟娟、劉娟娟 其實你還記得 第一次初遇Eddie哥哥 剛才他就說 很多人覺得他牙刺 很多人覺得他串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很年輕 我記得 臭嫣 臭嫣 然後很瀟灑 很 很帥氣的 一個年輕的 設計師 我沒有覺得他有什麼差 你是第一次 你記得 早年的時候 跟Eddie哥哥合作 演繹他的設計的時候 是甚麼活動 是否很多舞台 都曾經交手過 對 我們 時裝節的 那個Gala Show 還有到 所有Eddie的Show 都是最後的Fanali 然後我們走過巴黎 在倫敦 很多地方 都是 香港時裝節 Eddie Lau 就是主要的設計師 最後的Fanali 代表我們香港 會不會是你們的時裝 無特兒方面 其實都很 恨穿Eddie哥哥的衣服 很想去他的Show 演繹他的衣服 不是我 那個時候的時裝節 是 international 很多全世界的 top model 都在 大家都在搶他的衣服 因為分配 未必每個人都能穿 很多設計師 然後 我記得很多鬼魅模特兒 都在搶著 搶著 真的搶著 Eddie哥哥的出色的設計 可以說是一個 很美麗的年代 由70年代到80年代 Eddie哥哥的事業 可以說是 又有一重的高峰 因為 在無心插漏之下 由時裝設的界別 跨到形象設的界別 而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 最出色的作品 最經典的演繹 一定是要數到 梅姐梅艷芳 他跟不同的歌手合作 最能夠發揮到 都是梅艷芳 他跟阿妹合作的20年 可以說他各自的 一個輝煌的時刻 都很幸運 這個配搭 在號外登了他一張照片 是Dress to Cute 很大和 所以找了會流梅基 一直幫他 後來就變成了一個Fashion 一個潮流 在他們之前 我想香港的音樂界 舞台表演 或者所謂藝人的形象 都沒有這樣的概念 或者沒有這麼有創意去做這件事 當時的確是開了眼界 一生裏面 形象設計 我只承認一個百變梅艷芳 你想到 赤水流連 Love is over 夢幻的勇抱 你馬上就想起 穿藍裝的梅艷芳 她做妖女 就是中東的女神 這樣 到了現在 你看看 你都會覺得 她很有型 就是所謂的形象設計 是你真的會想到 某一件事 某一首歌 或者每一個音樂 你就想到那個 他那個 形象 這些形象設計 我想我最期待就是看那個婚紗 是我這麼多個 對於娛樂圈的記憶裡面 其中一個最深的記憶 當她叫我幫她設計一件婚紗 我是難過的 一個這麼多才多藝 這麼重情 這麼重義 的一個女人 選擇在自己 最後一階段裡面 要穿起一件自己的婚紗 嫁給舞台 妻媚 因為沒有新郎 可以替她揭得起她的頭紗 所以我只能夠做到 一半 是不用人力揭的 握高的頭 你就會看到她的樣子 她的形象設計 百變無遠方 我永遠都會記得 她的 我希望她 永遠都開心 快樂 地過每一天 以前的事情 都不要講得太多了 阿妹 阿妹會在上面 祝福她 叫Eddie哥哥 不要整天 這麼憂心阿妹 阿妹去到一個世界 是很開心 很快樂的 阿妹也會祝福Eddie哥哥 希望你自己要疼自己 謝謝 我想很多香港人的感受都很深 只要你愛過梅艷芳 看回她以前很多經典的形象 一襲襲的舞衣 再加上 聽到剛才《夕陽之歌》這首歌 我想大家都會 多不少情緒都會被牽動 又何況 當年和梅姐合作無間 創造了很多香港傳奇的Eddie哥哥 其實 看到你我自己也很感動 看到剛才我們片段所說 所看到的衣服 都可以說是很多不同的形象出現了 我都聽過Eddie哥哥你說的 其實沒有說是刻意的 整件事沒有說 我現在要和梅艷芳設計一個什麼形象 或者由一開始的細說重頭 其實只不過是華聲的朋友 祝福你去照顧這位小妹妹 然後然後 竟然可以變成了一幕幕 可以說香港人永遠磨滅的記憶 這個可能是很難得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想梅艷芳 我第一次見她 其實我對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是我做了東京一幕節一套衣服給她 不過真的老實說 我從來都不會說 做一件衣服送去你家 給別人的 你一定要來我拿 但是不知為何很奇怪 我就拿了一套衣服去家 因為可能我想她演繹一次給我看 她在東京一幕節 是怎樣演繹她的歌 我就去到她家 所以給了一套衣服給她 然後我們就這樣合作 但是梅艷芳 她在東京一幕節回來 送給我的花 打電話來講的多謝 她的聲音 你知道她是真心的 都都我做她赤的而挖的風套 她對我那種信任 因為真的要落水 要落水影的風套 所以我就有一條打底褲給她穿 她上來的時候 我要幫她脫裙 但是她的眼神 就是那種 她是一個很… 很… 那個眼神是… 你看到她的眼神 你就知道她是需要你的 需要你的 很多時候我會被這種東西觸動了我 我一生人 我沒有過很富裕的生活 因為不需要 我覺得平淡是福 錢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愛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一個人需要你幫她 你又… 就是那個眼神 你說不到 梅艷芳是一個… 真是一個很… 就是她… 我不用說她 真是好 所以我很用心去做她 因為沒有錢的 做這些事 但是我猜不到 就是因為這樣 自己在這一行裡 每一次的工作 每一次做她 就成為了好的作品 到我第一隻是赤色移惑 第二隻是飛躍舞台 第三隻就是赤水榴槤 赤水榴槤 《夢幻的勇抱》 《Love is Over》 是沒有愛的歌 沒有人喜歡的 就是滄桑的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間… 我在巴黎的時候 我已經想著 我想把歐洲的東西 放在她的身上 就是很奇怪 所以… 因為我跟她去歐洲 所以我就做了藍莊給她 當我叫她換衣服的時候 她看到一套藍莊衣服 穿好了 我跟她蓋好一件大樓 因為我要趕拍黃昏的照片 我推了她去老爺車 我把她放好 我是很嚴肅做事的人 我推了她之後 我撿好所有位置 我就撈了她的眼神 我推了她 你看到她的眼神 你也是死了 你真的知道 但沒有時間 那是兩秒間的事 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要趕著拍照 她當時穿她的藍莊 她那種… 那件事 梅艷芳真是… 真是… 有型 因為當年那些女歌手 都是穿釘豬衣服 所以你看我的作品 我很少做釘豬衣服 我不喜歡的 我覺得那些… 不是我們香港的事 我們香港應該是… 更加… 高一點的層次 這樣… 但是正式跟她做 真是百變的話 我想是由妖女開始 因為妖女她說聲 交了一首歌給我 不… 接著我做壞女孩 壞女孩那時候 她已經… 真是… 真是懂得舞動 她真的… 因為要配合一碟 她真的懂得舞動 所以你看壞女孩 我比她穿牛仔褲 這些外套 這些東西 你看到她擺姿勢 那些東西 你知道她那種揮灑 那種治愈 你已經感覺到 我的心… 我… 我… 我的心是看見她 又不是懂得跳舞 到她… 她那個信心 這樣的時候 我將她的頭髮剪短了 就是… 你… 你…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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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用了很多心機做她 她也知道 所以她… 我拍照是很嚴格的 你是不能吵 你真的 真是… 我要你這樣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我知道效果出來會怎樣 所以… 就是… 那… 到… 跟著好像做妖女了 妖女 我就問她 喂… 你…你怎樣的 這首歌你怎樣跳的 她就在我面前 或者會這樣… 這樣… 那我可以了 這樣… 那我就做了 其實現在你們在薄牛館 看到她妖女這件衣服 如果我脫下來 交給你們 你們都不會穿上去的 因為那件衣服是我自己在工場裡 我自己拿一塊… 印第安沙尼 我自己拿一塊布 就這樣做… 做… 做… 就是這樣 我跟師傅說 這條車上… 那條車上… 那就行了 就是這樣 所以… 阿妹來到 我跟她穿好衣服 拍照 我胃的時候不舒服 我燒東西 她塗上金色唇膏 她不能吃東西 她在鏡頭移動 我在吃東西 我看到鏡頭看她 她在鏡頭看我 我心裡跟自己說 她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如果從這一刻開始 我不跟她合作 我不再做她 因為那時候我實在太忙 我很多店 很多店 自己也很多 太多人找我做事了 如果那時候我放棄她的話 我會輕鬆很多 但是如果我不放棄她的話 我知道我跟她 真的一起死 因為百變 真的從那時候 那一刻就開始了 其實剛才Eli哥哥說 什麼叫沒有錢呢 或者解釋多一點就是 其實他們以前唱片公司 譬如演唱會 譬如一張封套 當然有一個預算 可能是如果演唱會 給一個服裝預算 Eli哥哥 當然如果Eli哥哥 可以用一些 沒那麼漂亮的材料 又或者是 減少少工 可能她會賺得更多 但其實在很多次 由86年的進展光華開始 既然全會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很耀目 很重量級的武衣 其實可能 計算一下 其實這個是愛來的 我相信 因為我要跟大家說一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千萬不要 我知道任何工作 都可能有一個預算給你們 你們做任何工作都好 你要記住 無論這個預算是多低 或者是怎樣 你要記住 最後來出來的作品 是你的作品 沒有一個人 你不可以跟別人說 因為沒有錢 所以會這樣 他不夠錢 所以做到這樣 我留培基不會的 我從來不會因為你的預算不夠 而我做一個低的作品出來 因為 這個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從來 我是不講預算的 我完全不理會預算 我在那個預算裏面 我曾經自己掏錢 所以當年 陳友堅 我跟他合作過很多事情 有一件事 陳友堅 我想他當時一定不會知道 其實我當時 我自己在拼搏的時候 我是困難的 但是我是跟藝術家 我是從來不異價的 因為藝術家 他們自己一定是有 他說得這樣 我就給的了 因為作品 真的是你的作品 所以我從來不理唱片公司的 budget 或者什麼 我從來都不理 我盡量做好自己的事 因為到了上台 就是你 就等於歌星 有時梅艷芳 有時跟歌星上台 他就跟我說 這次或者我輕輕一點 我罵的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上了台 哪有得讓的 上了台 你因為他今天不舒服 你就差一點 觀眾以為你差 不行的 我說你一定要交足 你交足 你可以下台之後 你帶他去看醫生 但是上了台 你真的一定要 砌低他 因為上了台 你不可以告訴他 我今天不好 因為他不行 我要遷就他 這些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自己工作上也是 無論什麼情形之下 都好 一定要記住 不是因為你告訴別人 不夠錢 所以我就要這樣做 這個沒有 你一定要在那個 不夠錢的範圍裡面 做到最好 一定要做到最好 因為一定有一個辦法 一定有一條路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很同意 其實在梅艷芳的百變路上 剛才你說到華麗霞妖女 其實真的高潮一浪折一浪 當然輪到最波濤洶湧的 當然是烈焰紅順的菠蘿釘 那個真的 可以說當年轟炸了我們的視角 還有梅艷芳忽然之間 用這個形象跑出來 其實不是一個設計 設計的意思是 不是一個計劃部署 是真的聽到這首歌 還是怎樣可以創造出來的呢 當年其實很多人說梅艷芳 又說她是紋身 又說她吸毒 又說這件事 我最清楚她真的不是 她是很好的女生 不過人家只不過說 是瘦一點 但是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和梅艷芳最大的共通點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爭氣的人 而且我覺得到我聽到烈焰紅順 他們交了一首歌給我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是要怎樣做 所以我陪她拿金馬獎 然後我立即飛去日本 他真的不知道衣服是怎樣的 化好妝 整好頭髮之後 我換衣服 我拿一件東西出來 她看著那件東西 她說不是吧 我穿吧 什麼不是這樣 是呀是呀就是這樣 我就穿吧 我當然在那個 那個級位下面 我佔了很多海綿 佔了很多海綿 當然是全推上去 是不是 全推上去 就埋位拍照 她當然是躺躺 我不能躺 你去吧 快點坐在那裡 跟著又來 又要遞手遞手 當然又會走出來 我又推上去 那個攝影師 都覺得我們兩個好笑 我又要她高 我又怕她走出來 又要按下去 但妹妹真是好 她不會覺得 我會怎樣 我不是玩 我不是玩 真的是做事 是不是 但是那個攝影師 你覺得很好笑 你要把人家的空證 出來 你又要按下去 那時候 不能收拾照 所以 她很緊張 但最緊張 就是回來拍MV 人家覺得波濤洶湧得這麼厲害 其實也不知道裡面 多少海綿 多少紙巾 演唱會 演唱會 就是最緊張 因為音樂一起 我在台下 穿了衣服 一推到她 妹妹 其實很多藝術 都對我也是這樣 很依賴我的 只要我在這裡押著 她知道一定沒有錯 我將她穿了臉 紅色衣服 推到她的台中間 她就跟我說 有沒有走出來 我沒有 我因為她和你 刺了雙面膠指 如果你動起來 你覺得有點痛 她就快跑出來 所以你不要動得這麼厲害 你感覺到痛 你就知道 我把位置放好 然後我就上 那台就升上去 我就馬上跳下來 我就看著她 其實我看著她 我覺得她很好笑 她蹲在旁邊 就慢慢起來 其實她在那裡震著 但這些真的是信任 這些真的是信任 到了後來 巴西 我放一盆水果 在她的頭上 就是阿司 幾個月前 在台北問我 她說 喂師公 你拿一盆水果 放在她的頭上 她真的沒有說過 我真的沒有 什麼都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巴西加連華 是這樣的東西 我還有 我還要她的記者招待會 穿成這樣 放一盆水果 就要拉她出來 走出來 我說 這些就是 一直這麼多年 她真的對我的信任 對我的依賴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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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就了一個形象設計的一行 就是 我們在七十二行裡面 多了一行 就是因為 她對我的信任 我對她的愛識 造就了一個行業 以及成就了一個 百變梅艷芳 但是我猜不到一個百變梅艷芳 之後 成為了自己一個親人 真的 但是 她的 在舞台上的一生 我完全經歷了 但是這十年裡面 她沒有跟我一起 經歷到我這十年 沒有機會跟我們 今天一起跟我們分享 沒有經歷到我們的文化博物館 沒有經歷到我這本自傳 但是我是藉著這本自傳 藉著文化博物館 我希望大家重溫一次 我們的八十年代 重溫一次我們的舞台上的女王 百變梅艷芳 是值得掌聲致敬 問阿詩 阿詩 其實我知道 當然梅艷芳不但你的師父 還是你的當年 你小時候 一個很瘋狂 追捧迷戀的偶像 其實 第一次在螢光幕 或者透過什麼渠道 看到梅艷芳的表演 是什麼情況 以及她打動你的是什麼 我是很奇怪的 因為 通常 歌迷喜歡偶像 那一刻 可能看到她 某一個形象 或者聽到某一首歌 覺得很有型 或者 覺得她很漂亮 但是我 很奇怪 我當年是九歲 我就去 跟我爸爸媽媽 去看 梅姐的第一個演唱會 那個也是我在 紅館看的第一個演唱會 一邊看 那當然 九歲 其實你可以吸收到多少 但是 那個 整個氣氛 都會很融入去 直至到 她 結束 Eddie哥哥幫她做了一套 紫色的 萬狀 在台底上升上來 唱《孤身走我路》 我突然間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那一刻 突然間覺得 這個姐姐很慘 那個感覺是很奇怪的 就是 九歲的小朋友 你不會明白 什麼是 經歷 什麼是滄桑 但是 你可以在她 那個畫面 那個紫色 那個晚妝 裡面 在她的歌聲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她 的一些情緒 她的一些痛 那自那一刻 開始 我就決定 這個是我 這一生日 唯一的偶像 那你 九歲 由九歲看演唱會 也是百變年代展開來的 就是一直 唱片的風套 每次的歌 你都會期待 究竟梅艷芳 以什麼形象出現 大家會有一個 好奇 之後就是驚喜 你自己 嘩嘩聲 是誰 太多了嗎 太多了 真的太多 其實我前幾天 第一次去到博物館去 真的 面對面 看到這些衣服的真身 對我來說 是 一個很大的震撼 因為真的每一件衣服 每一個風套 每一個形象 都是我的一些童年的回憶 就是很多 我可能小時候 因為我住在加拿大 所以我要去 要坐一個小時的車 才可以去到唐人街 那時候都會 經常要買明報周刊 看看她有什麼消息 甚至乎那些碟 都是我要特意托香港的親戚 去買 寄過來 但是 所有 當你看到這些衣服 妖女 這件衣服 或者她買一個演唱會 買一件婚紗 那些所有的回憶 是馬上回來了 這個感覺 我不懂得用文字去形容 因為我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我最 幸運 最神奇的 一件事 就是我認識到 我的師父 和我的師公 我在他們的身上 其實到現在 到剛才我聽 Eddie哥哥說的很多 他的回憶 我都一直在學習 因為我相信他們 這種情義 他們這種的愛 他們放在他們的工作 放在對方身上的愛 其實在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裡面 很難可以找到 我們的時代不同了 你說我 作為一個歌手 我去 在現在的這個年代 去做創作 當然我去看回80年代 我會覺得 真的很羨慕 羨慕的不是說 他當年 因為那個 市道很好 或者所有的 整個行業 很蓬勃 而是 當年 他們 放入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工作裡面 那種感情 那種愛 是現在找不到的 很難可以找到 很 如果你說真的 我 遺憾 我沒有出生 二十幾年 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命運很奇妙 一個你這麼喜歡 這麼熱愛的偶像 但是那時候 新秀 梅艷芳 她那套風的季節的 戰衣 就只是在那一屆裡面 送出給當時的金獎得主 而 巧妙地 真的落在你的手上 去頒給你那一刻 就是 那個巧妙的 情況就是這裏 那一點就是這裏 可以說是 就像全程做了一件戰衣給你 也是一個精神 我 我不懂得去說 當然你說真的 梅艷芳 作為一個 一個 天后 一個我們 香港 流下來的 一個貴寶 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取締的 她的藝術 的造藝 她在舞台上的東西 她在舞台上的專業 她所有的這些 其實 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去 代替 或者 甚至是 去做另外一個梅艷芳 是不可能的 但是作為她的徒弟 我覺得 我可以去做的是 將她的精神 她的愛 她的善良 盡量用我的生活 或者用我的工作 去盡我的力 去 流傳下去 這是 我很希望 和我很盡力地去做的一件事 其實在2003年 我想香港人 都永遠會忘記一個演唱會 就是梅艷芳 的經典金曲演唱會 當時 第一次升上來 梅姐 梅姐 坐在那裡 演繹那件 紅金的宮廷服 我想 那一刻 真的可以說 除了看到巨星降臨之外 也可以掃除了一些 疑惑 大家也有很多懷疑 當時 梅姐以什麼狀態出來 但是就在 Eddie哥哥這件衣服裏 給了梅姐的一種 我相信 力量 精神 和支持 很重要 她 我怎麼說 我 因為我已經退休 我沒有師傅 她也知道我做工作的認真 她知道我會有壓力 因為她正在病 她首先叫我做婚紗 她不是叫我做開場的衣服 她跟我說 Eddie哥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壓軸的衣服 我當然可以 她說 但我想穿婚紗 她說 我想穿婚紗 她說 是的 我想穿婚紗 她說 我也想有自己一件婚紗 她說 你想怎樣 她說 那我就跟你歌迷見面 嫁給個舞台 她說 當時 她睡在她的床 我坐在她的床邊 我聽她說這番話的時候 我是不懂得反應的 一個這麼好的女生 真的 每一次的愛情 被她的傷害 她每一次流下來的眼淚 就好像是她的錯 而不是男人的錯 我經歷過她的情緒 所以 到今天 她跟我說要做一件婚紗 我也知道她的生命 快到了盡頭 我一定要做這件婚紗 我就答應她做 我可以 我一定會做一件 我覺得 我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婚紗 我一定做給你 因為我不喜歡做婚紗 我不相信婚姻 所以我一生的設計生涯 我數了出我做過幾件婚紗 我的所有壓軸表演 永遠都不是婚紗 我拒絕了這麼多女人的婚紗 我不做 我不肯做 但是 梅艷芳她叫我做 所以我就答應了 隔了大約是 三個星期左右 有一天 下午在吃東西 在吃東西 她就 何太 和她的助手 Marianne 學弟跟我說 你跟Eddie說一說 你開場還有件衣服 我說 蛤? 開場還有件衣服嗎? 她說 是呀 是呀 因為她害怕我 她眨著眨著眼睛 她說 還有一件 我死給你看 紙有摺 沒辦法 她說 我做件什麼衣服 她做件金色的 但是她那時候 那些血銷板很低 不夠血 很白的人 金色不夠 壓不了 我就擔心 所以我就決定做紅金 紅金不是容易駕馭的顏色 因為太厲害了 那個顏色 但是紅金 你是會給到一個 你給到那個感覺 所以我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一件 無論在手工方面 在設計方面 從頭到尾 我跟她做這件衣服 她身上已經黏了很多 鴉片的紙和膏 在她身上 她是躺在床上 我跟她這樣度身 所以到了演唱會 還有幾天就已經是了 我拿了一套衣服去 所有的導演 全部都在她家的樓下等著她 她助手Donny 扶了她下來 然後幫忙穿上這件 紅金的衣服 她坐在那裡 我幫她綁了這些鞋帶 她一直穿著這件衣服 她一直都是這樣 到她穿上這件衣服 她站起來 她走出廳 因為有一個全身鏡 在等著她 她走在鏡前 她的精神已經很厲害 因為她看到這件 這樣的東西 因為Opening那件衣服 對歌手很重要 因為歌手一升上來的時候 所有你們的掌聲和你們 嘩那一下 對她的力量是很厲害 很厲害很厲害 我就已經看到她這樣 然後隔了一會 一會兒她就跟我說 她是Eddie哥哥 她說這件衣服 我上台的時候 我想這樣出台 她就這樣跪了 半蹲跪了給我看 她說我這樣 這樣升上去好不好 我好 你這樣升上去 我的尾 後面那個尾 那個蝴蝶 我會和你鋪得很漂亮 她說好 這些就是 感覺和默契來的 所以我就跟她做了一件 這樣的紅金的這件衣服 但是不知為什麼 出來之後 不知是命中注定 有人覺得這件衣服是一件紅金的西式的裙垮 配她的白色的婚紗 所以這些是 一切都是無心插柳扭成音 不是故意的 這些可能是一種愛的出發 才會這樣 這是一件淒涼的事 有的出發 也有愛的延續 因為其實兩個演唱會 我都有看的 除了梅延芳這個最後 這麼經典的演唱會之外 其實何韻詩第一次的紅館演唱會 我也都有看 她一升上來 那個愛的延續 又是很西非里的 即是那個一打開 你看到那個艷光四射 真是 李氏八十年代 就是在她身上體驗得到 這個巧妙的延續 可以說是一個 你電光火石之間 就想到的一個想法 可不可以這樣說 阿詩是很愛她師父的 我知道的 我真的知道的 這個小朋友 他觸動了我 是在梅延芳的靈堂上 我在靈堂後面 打電一切 我剛剛在靈堂後面 都走出來 阿詩在那裡 上一柱香給她師父 她拿著那柱香 看著她師父那張相 她的眼神 還有她幾秒鐘 我剛剛就這樣走出來 她扁一扁嘴 扁一扁嘴 對著她師父 她那個樣子 我是 簡直是 我已經知道 所有的愛在那裡 所有的愛在那裡 她對她師父那種愛 在靈堂上 扁一扁嘴 那個眼神 那個炷香 我不知道她怎麼說 所以 當她要開這個演唱會 她跟我說 Eddie可不可以幫我做件衣服 我就跟她說 可以 我一定幫你做 但這個是愛的延續 因為我自己心裡 我知道她對師父那種愛 我知道她是真的 所有人告訴我 她多愛梅艷芳 我有時候會不相信 因為 很多漂亮的說話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你多愛她 但是不是真的愛她 有多深 有時候 一個小小的動作 你就真的介紹了你的愛 所以 我做愛的延續 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是注入了 我當正是梅艷芳來做的 我當正是梅艷芳來做的 這個是梅艷芳來做她 所以當我師父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想她自己也嚇了一跳 真的 這個就是 她 現在她正在演繹著 她師父 她正在演繹著 愛的延續 所以 這一個 真是 其實是 這兩件衣服的呼應 這兩件衣服的愛 她師父對她的愛 她對她師父的愛 我對她兩個的愛 這一個鐵三角的關係 冥冥之中 就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那件衣服 要駕馭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件衣服 就是有一個大袍 然後一脫開的大袍 那種嘩然的效果 我想Eddie哥哥 你預計得到觀眾 捕捉到那個反應 你是很準確的 因為我想是經驗 太多年的經驗 還有就是 梅艷芳離開了幾年 即是 再做這些衣服的時候 我是 我是落足心機 幫阿師做這件衣服的 我是頻頻地去看的 他就算 他上面這件事 我都搞了很久 所以其實 阿師未升上來的時候 即是 台上升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 所有山頂的觀眾 已經覺得 嘩 這樣了 到阿師升上來的時候 我想他們 猜不到 金袍下面 原來是真是艷剛四射 有很女人的一面 有很rock的一面 這個是 我做了他的師父 做了現在的何韻詩 即是他可以是rock他自己 即是有他 有他師父 所以當他一脫那個袍裏 裡面 裡面是全銀的 別人想不到 金色裡面是全銀 我連理我都會這麼巧究 所以 嘩然 那個 那個應該 應該是 很多年之後 都是阿師的一個經典 絕對 絕對是 我想在阿師的演藝生涯裡面 這一件 都應該是最重要的衣服 可以這樣說嗎 絕對是 是 是 還有 而且 真的 因為 你真的有一個 這麼幸運的機會 可以 穿到一件 我不是擦鞋 但真的是 大師級 你一穿上身 其實你已經知道 是大師做的一件衣服 因為 你不需要擔心 如果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去做一件 類似這樣的衣服 你會覺得 哎呀 這裡好像很害怕 但是完全沒有 真的 我第一次去 試這件衣服的時候 當然 因為 Eddie哥哥做的衣服 是不會 告訴別人 他是在做什麼 即是真的 直至到 直至到你穿上身 那一刻 你才會知道 原來他做了一件這樣的衣服 那麼 那一下其實 因為那時候 其實依然很小 說的是 2006年的時候 那麼 我不是一個 尤其是當年是 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的感激 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的愛 的一個狀態 但是 那種感動是 你 因為其實你一看到 你已經知道 他 當中 他想表達的 他的愛 那個 延續 那樣東西 其實是 沒有文字可以說到的 真的 你一看到 那些衣服 你已經知道 那麼 我也很記得 就是在 試身的過程裡面 Eddie哥哥 他自己 把那件衣服 穿上身 因為他也會知道 可能 你不懂得怎樣 演繹 那麼他自己 演繹一次給你看 你呢 在哪一個位 你可以怎樣 包住自己 然後 去到 某一個 音樂的某一個 某一個位 你就 打開 又打開一點點 又不讓人看得完 到某一個點 就再 真的才被人見到 裡面 那麼 連這些這麼細節 連音樂 在哪一個位 哪一句歌詞 他已經在 做件衣服的時候 已經設計好了 所以這些真的是 是功力 是愛 以及經驗 真的 你覺得 徒孫 回想到2006年的時候 他的表現是怎樣 他 在你的 悉心 除了服裝設計之外 在你的 一貧一笑 一舉手 一投足 你也是 這麼細微的 然後 我自己在台下 就覺得很震撼 你自己怎麼看 那件衣服 對阿絲來說 是 是有點難度的 但是 真的 他做得很好 我知道 他是盡了力 去演繹這件衣服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但是 因為 那件 一件 絕對是一件 難演繹的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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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第一次 駕馭一件 這樣的舞台服裝 一件 難的 所以 他是很怪的 真的 真的很怪 還有你們 你們早幾天 都知道我身體 不是太好 所以 博物館 開館 就是我們開幕典禮前一天 阿絲來到 我已經死了 因為 真的做到暈倒 阿絲來到 我就跟阿絲說 我整個場 交給你 你搞定 阿絲 整件事 他在 博物館 一直安排所有的事 做的事 我想你也有目共到 我看到一個巨星級的朋友 在做 迎賓 這個公關 照顧記者 打碰一切 很細微的 甚至一個麵包 一杯水 其實他都親自去做 我也有目擊 真的過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Eddie哥哥 你會看到 他在這件事 他在這麼多年裡 放他的心機 我想任何一個人 都一定要這樣去幫忙 我們出的歷史 真的很少 其實 真正 最辛苦的 真的是 Eddie哥哥 我想在自主 剛剛Eddie哥哥 在片段也有說 這次舉頭望明月的自主 是關乎人生路 有愛和情義 其實在Eddie哥哥的時裝路上 除了當然有阿娟娟 有阿詩 一些不同階段認識的朋友 我想他們的愛和他們的才華 都滋養了你 一些靈感 一些啟發 譬如 在書中也有說 其實當時 你認識這位朋友的時候 他還未是藝人 但你們很早年認識的 就是諾記羅文 當時他還好像是B圖仔 一個哥哥 你和阿羅記也有很深厚 又橫跨幾十年的情義 當然我想你和我們一樣 都這麼懷念這位朋友 羅文 他是一個 因為他是在廣州出來的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藝術的精神 他們這麼辛苦來到香港 這麼辛苦 他們希望達上時尚之路 追求藝術 他很可惜 他最紅的時候 《潮死李飛刀》這些歌 《嘉辯》這些歌 還沒有紅館 只有在利舞台 但他是很棒的地方 就是 無論有多少觀眾都好 他一樣是這麼賣力的演出 我和他一生的交易 他是一個 他是很大脾氣的人 其實我的朋友 每一個都是 巨星之外 都是巨脾氣的人 但真的很奇怪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喊過交易 真的從來都沒有 例如我去到來文家 Terry 告訴我 Terry在哪裡 我只記得Terry Terry 我就說 Locky 他在房間裡 我就進房間 他在洗澡 他喜歡浸浴 我不管那麼多 我就坐在他旁邊 他一邊洗澡 我就一邊跟他聊天 怎樣 什麼 真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們從來都是公事公辦 就是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一生人裏面 我和他 四十多名朋友 一句交易都沒有喊過 真是 王瞻 他的 那張豪放的粗口 真是 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 好像斯斯文文 很優雅 我亦都可以真的 真是刀江劍影 真是 我跟王瞻 真的可以 真是不相伯仲 但是 每一次的吵架 每一次的吵架 吵完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幫人都奇怪 其實 梅艷芳 張國榮 羅記 王瞻 這些全部都是性格巨星 個個都有脾氣 個個都有自己的執著 但是我們真的 什麼事都沒有 尤其是 王瞻 哇 他和你 真是大龍鳳之後 隔了三日一宗 喂 一會兒 福南門 喝茶 我來載你 他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會去的 我說幾個小時 他說 十二點九 我來接你 好像 前兩天 他媽媽差你的事沒有了 這樣做 所以 那種愛 真的 說不出 其實 書裡面 也有記錄一節 很妙趣的 就是 他為了梅艷芳 妹姐 責怪你 打電話 然後你就氣上心頭 收線之後 就馬上飛車 去到他家 當時 聽說 林二妮開門 王老占其實正在洗澡 你一直去洗手間 他就整身翻舖 你看到光脫脫的他 這樣罵他 因為寫完那段之後 我才記起 他為了什麼事 罵毛艷芳 我才記得 他為了什麼事 就是為了今夜不設防 因為那時候 他很紅的節目 但妹妹 完全沒有時間 上去那節目 所以他就打電話來 媽差我 你怎麼搞錯啊 你怎麼教女兒的 你什麼什麼 我拿了電話 他就打電話 他真的用 什麼 早上十八代都來了 我還沒開口 想回敬他老人家 他就扔了我電話 收線 啊 這樣也可以啊 喂 你真是開玩笑啊 你真是 我真的穿著睡衣 十二點幾鐘 我發熱採 我拿起車士 馬上去 殺到寶山道去 按鐘 飛幫開門 一推門進去 林二妮坐在看書 他就傻了 你幹嘛來 我說黃老尖 在裡面 進去裡面 一推開門 他在裡面洗澡 他就見到我 我正在 啊 正說他 他 他 那些 帶來的那些 娘親 我全部 相配還回 他 他就很可愛 傻了 看著我 我說你快點出來 你 就出來 坐在床 他就擦身 好像 好像他比我更委屈 那樣 被他吹像 我就罵了 罵了 然後 林二妮 坐在床 聽完之後 不知道我兩個 發生什麼事 我就開門 砰 開車 走了 那些事都沒有 過了三天 他有個專欄 他寫了 我真的被他吹像 他說 我愛藝術家 他說 因為藝術家 連發脾氣 都是有藝術的 我心想 那些藝術 是粗口的藝術 很可愛的人 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很精彩 這些過程 當時 可能很氣憤 但現在說回 笑話當年 當然也有另一位朋友 哥哥張國榮 其實Eddie哥哥雖然 在八十年代 梅艷芳的形象 是很多推陳出身 但其實 哥哥出席 勁歌 總選第一次Monica獲獎 甚至可能他演唱會的 一些形象 有一群小朋友跟著他的尾 他的火紅西裝 其實很多人出自Eddie哥哥的手筆 我也記得你在詩中也有寫 就說 哥哥曾經跟你說 覺得你 是不是不太疼愛他 其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因為他認識我 他是對出來沒多久 因為他覺得 梅艷芳也未出來 他已經認識我 當然他出席的時候 《龍本多情》 《一片痴》等等 他每一次錄好這些歌 他第一時間衝上來我家 放給他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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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誰知道 在那個過程中 出現了一個梅艷芳 我不是不疼愛他 我當然是疼愛他 但男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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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方式的演繹,你在服裝上的樣子 所以 他第一個演唱會,我演他 他看到梅艷芳穿藍裝上來 可能他覺得 嘉賓會做得這麼行 然後到了第二季演唱會 梅艷芳穿了嘉賓,穿妖女的上來 他覺得,哇,Eddie哥哥你不是吧 我演唱會你和妹妹組得這麼行 我心想在台上哪有些樣子 可能是點點滴滴的事情 但我真的,老實說,我是疼她 她知道的,她真的知道 她有時這樣跟我說,我覺得她是 她是小哥哥,想你疼她多一點 但是 其實我發得到最多脾氣的那個就是她 但是 我疼她 但是 真是 我 我很奇怪的 我 她當然是供應的美 供應 就是供應 但是,可能我真的 大家適於微視 當時,我真的不覺得什麼漂亮 還有什麼漂亮的沒有見過 就是不會 但是,遺憾地 很可惜地 我到現在,有時想起 我心裡都是難過的 當她在殯儀館 我去看她的時候 我跟梅艷芳去看她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說過給人聽的 當她睡在那裡 我看她 我可以告訴你 一生裏面 在那一刻 我覺得張國榮美得 美得 美得 美得不得了 她那種平靜 她那個樣子 那種觀仔骨骨 她和她那個樣子 我知道 我覺得 她快樂 她在那一刻 她的張國榮真是 真是 真是 微清目熟 真是 上天真是 雖然她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 並沒有損害到她這個部分 上天賜給她的 美麗 她真的 真是英俊 我想很多的美麗傳奇 剛才你說的 小朋友之外 亦都有一些 響當當的人馬 譬如 任劍輝 白雪仙 這個交易 甚至 到現在 書中也有寫的 就是說 其實要請仙姐出席活動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口要過 就要先問Eddie哥哥 有沒有時間跟她做衣服 還有會不會跟她做衣服 因為如果Eddie哥哥不跟她做衣服 善姐基本上出席的機會率是零的 那麼 跟任白的交往 又是甚麼的記憶 當然也很窩心 我相信 飲嬌姐就是萬人迷來的 飲嬌姐就是人人都疼愛她 她也是一個 她是薄愛的 她是人人都愛的 人人都疼愛的 但是先是一個執著的人 出了名執著 以及對藝術有要求 但是她所做的一切 就是別人說她 怎樣怎樣 甚麼執著 甚麼 唯一級樓梯 拆了台 這些東西 我全部贊成 我心想 我都會是這樣 你欠一級就是欠一級 我這一級 我不妥理就不妥理 我覺得不行就不行 我完全贊成的 所以白雪仙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由第一天 我幫她做她第一件衣服 到現在 她是很放心的 所以這種 我無論別人怎樣說我都好 但是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 我亦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 我亦是一個有情緒化的人 但是我之後對一件事 是永遠沒有情緒 永遠沒有脾氣的 就是我的工作 我在每一個工作裏面 我每一個作品裏面 我是只有愛 只有真是為這件工作 這一個場合 這件事 或者這首歌 我做這件事 我是完全一些脾氣 一些情緒都沒有的 但是我在朋友面前 或者是一些 我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你敬我一尺 我真的敬你一仗 但是如果你 踩我一腳的話 我當年的話 我想我就已經 把所有桌面的東西 都已經在你那裡 但現在我就不會了 現在我只不過 笑一笑 我就會走下去 因為我覺得你 算了 我就會這樣 但是 真的我在作品上面 我是完全 一些情緒 一些脾氣都沒有 我對我所有的作品 我只是賦予愛 所以 就是和任白 就是和白雪仙 到現在 所以 所有場合 她一定是 如果要出席的話 她是 首先 一定要 真的要過了我這一關 如果不是 她覺得 她現在這個歲數出來 她當然也希望 依然是優雅 沒錯 聽一下Eddie哥哥說 她的工作 說她的故事 說她和很多 精彩人的交往 當然 其實真的以後未盡 可以說很多很多小事 不過呢 我以時間所限 今天的香港時裝 形象自轉留培基 差不多這個講座到尾聲了 Eddie哥哥 茂法局的朋友 他說代表 為了表示 對你的敬意 想上台 送一件紀念品給你的 多謝 我們請茂法局的朋友 謝謝